大家好,欢迎收看宝级蓬城电器通话与大家出品的PS视频教学 那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也是第一课吧 因为这个之前这个性节PS这些课程讲的比较多 因为这个就是说在公司的话可能你用的不全是不全是性节的触摸屏 有可能是空中通态的 那就说我讲的讲的那个之前的课程吧 有些学员过来反映过来说这公司用的触摸屏是空中通态的 然后让我把这个空中通态了给大家系统的讲一下 那我这一段时间呢主要是讲的是空通态和性节的 这个PS的通讯 还有怎么就是说数据采集卡通讯 还有一些这个PS怎么连接 看先模拟亮这个画面怎么去做 因为这个空中的触摸屏 我手上现在有个空中的触摸屏 因为我用这个屏的话也不是用的不是很多 但是这个这个空中的触摸屏和这个性节这个触摸屏呢 是就是说两者是完全 变成书法上两者是完全不相同的 不相同的 那这个也是从零技术开始讲起的 在我讲话之前呢我先唠唠唠唠一下 就是说你不管做就是说你不管就是说你做为一个工程 就是说一个电器工程师做编程的 就是说你怎么去学好这个PSC的话 工业控制的话 首先就是说你要有这个PSC和这个触摸屏都要有的 你只看视频教学是压根是没有用的 因为这些东西你要去实操 最后整理 你就说你编的程序对与不对 你要去实操多动手 多去编些程序 然后出进去去做实验 这样的话你学起来比较快 而且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出去的来说的话 你编个程序活 假如说你玩个通讯的话 你通话感觉自己特别有成就感 也就是说对学习的兴趣比较大 你知道吗 是这样的 那这个空通带缆呢 首先就是说 因为我这边先就是说 把这个第一节课 把这个空通带软件怎么去 怎么安装这个软件和下载 比如说这个软件呢 都是你可以打开一个网站 然后去那个 百度里面搜上一个 空通带 那这个去在这个官网上去下载一个软件 就OK了 下载一个软件 然后他这边的话 百度搜索的话 你看他这边如果是空 那现在这个百度的话 这边就是说 你这边有个官网标识的话 这个都是收费的 这个都是收费的 然后只要有官网 这边自打出来 这个自有官网的话 那肯定这个就是说 官网 然后你下载这个软件的话 你就下载一个这个 在这个数页里面 你就下载一个那个 7 7.7的这么一个边界 安装安装包安装包 这个就这个软件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 那就是现在先下载一下 那就是说这个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软件 就是说在装这个软件之前了 就是说你先把这个 把这个360的360的那个杀毒软件 还有一些那个 假如你是百度 就是说是那个QQ管家的话 或者是一些其他杀毒软件的话 那你安装之前的话 你先把这个先退出吧 因为这个 它会爆 爆毒 爆隔离 爆隔离的 你先把这个先退出 退出 那这个软件就下载完了 这个软件也不大 咱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那是这个 咱们把这个复制 这个流氧器关掉 然后去粘贴到粘贴到桌面 那将这个压缩包了 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那这个是解 来这边怎么会有30连提醒 当然不是30连已经退出了 这个已经 已经 那这个压缩包已经解压完了 解压完之后 咱们去点这个cetop 点这个 咱们点击用行 用行 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 讲就是说点到这里的话 我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嗯做了一个公共的 就是说你安装的软件比较多嘛 安装就是说30那西蒙子呢 或者欧姆奴呢 就是说信杰这一块这个软件 就是说各大 各大这些软件 安装的时候 咱们就是说有些 人呐就是说愿意去浏览 然后去新建一个文件夹 就说安装它 咱们现在默认的是D盘 D盘 然后愿意去浏览新建一个文件夹 那取了一个名字的话是中文的名字 什么什么空中态了 这个就是说 嗯因为这个我是之前安装那个30的那个 PSC变成软件了 你就是说 它的默认的都是什么C盘 然后字母都是那个 就是说是英文的 嗯这这些东西 你就不要公共的远键的话 你就大多数你就选择默认就行了 不要去更改 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之前安装过那个30的 它这个如果你安装完之后电脑出问题 然后你要重新装下系统 不是重新装下系统 就是你卸载完之后 你再重新安装的话就说安装不了 安装不了 或者软件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一般选择默认就OK了 好 然后咱们点一下一步 下一步 那现在这个软件已经安装完毕了 安装完毕了 那现在咱们把这个关掉 给文件家关掉 取消 确定 那现在这个把这软件打开看 这个先那个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个模拟用型用型器 也就是说你编的程序对不对 假如说你没有这个空中的这个触摸屏的话 那你这个就是说你把程序编好之后 你下你的下运机 假如说是一个p 你跟其他px连接的话 假如说你是性结的或者西蒙子的 或者是三菱道 然后在这个电脑上是可以监控监控这些程序的 就是说你没有触摸屏的话 这个是一个模拟器 那这个是个编辑软件 编辑软件 那这个是要你添加的设备 然后咱们先打开这个设备的话 那设备管理 简直这个设备管理 然后的话 那你看这边是你选择的 要选择的ps要ps 然后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 你看这个ab g e l l d这些都是国外的那些ps 三菱的光阳的台达的合力是和权 日本的都有服饰的松下的 然后这个国产的是 性结的ps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你要在这里面装上一个驱动 让他把这个性结的ps这块显示出来 那这是变定器 还有一些仪表之类的 那这个软件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非常强大 但是编程手法呢和这个咱们 像三菱的这个性结的这个触摸屏呢 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那咱们这个这节课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软件安装 那下一节课呢 我会讲那些 就是说把这个性结的这个驱动 怎么安装 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那这一节课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